饭店做的红烧茄子为什么那么好吃又下饭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茄子洗干净,去根以后削皮 刀向前推,茄子转动就能很容易的把皮去下来 去皮以后切厚片两厘米左右 切条以后再切成菱形块,可以稍微大一点,因为茄子很容易缩水 全部切好以后放少量白醋,加一点水拌匀 白醋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加水可以让淀粉更好的粘到上面 这样在茄子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茄子就不容易吸油了 少量多次加入,淀粉不需要多,薄薄一层就行,放多了影响口感 西红柿洗干净,打上十字花刀 软一点的更适合做红烧茄子 加入刚烧开的水,烫一下去皮 西红柿皮不容易吸收,也影响美观,最好是去掉 去皮以后切一下,切成三角块备用 青椒洗干净,去掉青椒籽,像这样切开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用尖椒或者螺丝椒 切成条,再切成三角块 红烧茄子一定要多放蒜,拍散以后剁碎 稍微有一些颗粒感,不要多太细了 要不炒的时候容易糊 全部切好以后备用 锅里烧油,油温五成热,下入茄子炸一下 这样能让茄子快速定型 下锅以后能立马飘起来就可以 油温太低了容易吸油 全程大火,如果比较多的话 可以分多次来炸 完全定心以后再去搅动,把粘连在一起的打散 大约一分半左右,茄子完全飘起 颜色金黄捞出控油 锅里有底油,下入一半的蒜末炒香 炒至变色,下入西红柿炒化 现在的西红柿基本都没有什么颜色 放少量番茄酱味道更好 炒一下去除生酸味 炒好以后往锅里加少量水 调味加入盐,多一些的白糖和鸡精 偏甜还是偏咸,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调节 放少量水淀粉勾个薄芡 汤汁有一点变粘稠以后 下入茄子和青椒快速的翻炒一下 先勾芡,后放茄子 这样做出来味道和口感要更好一些 最后下入另一半蒜末炒一下 激发出香味 喜欢吃香菜的也可以放一点 青椒断生 出锅前放一点明油增加色泽 炒晕以后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红烧茄子色香味俱全 非常的好吃下饭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收藏起来试一下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